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三种强制措施 叫监视居住 请看第二十五讲 什么叫监视居住啊 就是公欠法机关啊 责令犯罪协议人被告人 在一定期限内 不能离开一个特定的区域 并且呢 就在进行监视和控制的 这么一种强制措施 就叫监视居住 简单说啊 直接看标题 所谓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 就是监视他在一个房间里面 监视他的居住嘛 防止他逃避诉讼活动啊 这样的强制措施呢 就称之为监视居住 同学们请问 监视居住 比刚才我们上一讲介绍的 确保候审 是更严还是更松啊 肯定是更严嘛 但他又比后面要学的 那个拘留逮捕呢 又更宽松一些 同学们 我们说的更严或更宽松 是从哪个方面来评价呢 来请看大屏幕 这个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 居住逮捕 都是要限制他在一定的区域内啊 但是呢 这个区域 这个空间的大小和性质 是不一样的 你像取保候审 是限制在一个视线内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 是不能离开这个视线 这个自由度还是很大的 但是监视居住 是要限制在一个房间了 可能在他家里 或者在一个酒店的房间里面 是限制在房间里面的 比那个视线要更小了 对吧 更严格了 那这个居住逮捕呢 也是在一个房间里面 但这个房间是哪里呢 性质就不一样了 是看守所里面 那就对犯罪协议人更不利了嘛 所以啊 我们说这个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 居住逮捕 都是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 但是这个区域的 空间大小啊 和性质是不一样的 最松的是取保候审 最严的是居住逮捕啊 相对比较中间的啊 这个不松不严的 就是那个监视居住啊 所以呢 我们后面会介绍 监视居住呢 我们可能会把它 作为一个替代性措施 有时候会用它去替代逮捕 本来满足逮捕条件的 因为人道主义考虑 因为办案需要 可能不逮捕它 可能换成一个比较接近的 监视居住 也可能呢 用监视居住去替代 那个取保候审啊 本来是要给它取保候审的 但是他们家既没钱 又没人 那没办法 只好找一个更接近的 可能用监视居住 去替代那个取保候审 它成为一个替代性措施了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监视居住的适用主体 记住两个数字 三杠一 公检法三机关决定 公安一机关执行 这个主体的这个数字 和上一讲的取保候审 是一样的啊 不论取保候审还是监视居住 都是三机关决定 一机关执行 但是注意啊 公检法各自决定各自阶段 各自的决定 只能给予各自阶段的效力啊 好 第二个问题 监视居住的适用情形 同学们 现在标题旁边给我写个小笔记 监视居住啊 就是个备胎 它就像个备胎 它的定位 就是一个替代性措施 我们有时候呢 用监视居住 去替代逮捕 有时候呢 用监视居住 去替代取保候审 来我们看 监视居住什么时候 用它来替代逮捕呢 就是说这个人啊 他本来是满足逮捕条件的 就逮捕他是没错的 是够逮捕条件的 但是基于一些人道主义的考虑 基于一些办案的特殊需要 那咱们也可以不逮捕他 可以用监视居住 来替代吗 来我们看一下 具体的条文依据啊 说公监法机关 对符合逮捕条件 你看人家是符合逮捕条件的啊 逮捕是没毛病的 但是有些特殊情况下 是可以啊 用监视居住 来替代这个逮捕措施的 比如说 严重疾病啊 生活不能自理啊 或者怀孕 或者正在哺乳自己的 婴儿的妇女啊 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人的 唯一抚养人啊 大家发现没有 这些都是基于什么考虑啊 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嘛 所以呢 可以不逮捕他啊 监视居住也行嘛 但逮捕也是可以的嘛 对不对 好 还有呢就是 案件的特殊情况 或者办案的特殊的需要 因为办案需要 那也可以不逮捕他 可能监视居住更合适 或者呢 这个案件超期积压了 超期积压那是违法的 那没法继续逮捕了 那只能用监视居住 来替代了 对吧 好 所以呢 刚才这个条文啊 行诉法74条第一款 咱们就概括成一句口诀 记住 疾病孕辱 唯一服 特殊需要 已超期 这些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用监视居住 去替代这个逮捕 但我再说一遍啊 这些情形 逮捕也是没错的 它本来是满足逮捕条件的 只是因为有这样的特殊情况下 可以用监视居住来替代 听懂了吧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监视居住什么时候替代 取报候选呢 就是说 它本来满足取报候选条件啊 这个 但是取报候选呢 有两个方式 要么交钱 要么交人 他们家既没钱 又没人 对不起 没法取报候选 那只能找一个和取报候选 最接近的措施 最接近的 那只能找什么 监视居住这个措施 同学们听懂了吧 所以监视居住 替代取报候选的口诀是 没钱又没人 那只好给他监视居住了 同学们听懂了吧 好 这个适用情形 同学们一定要背下来啊 来把书放下 咱们一起来快速背一遍 什么时候 满足逮捕条件 可以用监视居住来替代呢 疾病孕入为衣服 特殊需要 已超期 要么人道主义 要么办案需要 对吧 好什么时候用监视居住 来替代取报候选呢 四个字 没钱又没人 五个字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式牛刀 来做一个课后热身 在符合逮捕条件时 对下列哪些人员 可以使用监视居住 同学们 这就是考监视居住 替代逮捕的一些特殊情况 来同学们先背口诀 哪些情况下 用监视居住来替代逮捕啊 疾病孕入为衣服 特殊需要 已超期 这题简直就是送分题 有同学经常抱怨 说向老师口诀没用 同学们 你说有用没用 这可都是真题啊 直接上口诀 直接拿分啊 来假患严重疾病 生活不能自理 疾病 选上 选项B 已正在哺乳自己的婴儿 孕乳 选上 选项C 丙是生活不能自理人的 唯一抚养人 唯一抚 选上 选项D 丁是聋养人 没见过 这口诀人没有说聋养人吧 所以这道题就选A B C 希望同学们这样的口诀 一定要笨得滚瓜烂熟啊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问题 监视居住的室有程序 我们要讲讲 监视居住的适用的期限啊 适用的方法呀 以及监视的地点啊 以及监视居住的解除问题啊 等等啊 来首先来看 监视居住的适用的期限 记住六个月 刚才我们讲 取报后审是几个月 取报后审是12个月 监视居住是6个月 为什么 因为措施越严厉 控制期限要越短啊 越严就控制的越短啊 另外请注意啊 公检法 因为各自都能决定 监视居住 所以呢 各个阶段都有六个月啊 不同的阶段是分别计算的 因为各自决定 集于各自阶段啊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如何监视呢 所谓监视监视嘛 要么就监控嘛 对吧 可以监控嘛 或者呢 突击检查嘛啊 或者呢 在侦查中 可以对他的通信 来进行监控 这都是各种监视方法 好 重点来了 在哪里监视呢 有两种啊 选择 一种是在住处监视 在住处 在住处监视 那万一没有住处呢 那也可能出现什么 指定居所 同学们请问 住处监视和指定居所监视 是随便选的吗 不是 哪个优先啊 明显的是住处优先嘛 简单说就是 有家就在家 那没家 只能找个家嘛 这是一般逻辑 同学们听到了吧 但是我请问啊 有家可否找个家 一般不行 一般来说 有固定住处 只能在固定住处啊 一般不行 但请问 有没有可能 有家也给他找个家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记住一句口诀 有家要找家 就得危和恐 这两组特殊罪名 危害国家安全 恐怖活动犯罪 如果在住处监视 有爱侦查的话 经过上一级公安批准 是可以给他在住处之外 指定居所的 所以同学们 请问 有家可否找个家 有可能 只有当危恐 这两种罪名 在住处 有爱侦查 那么上一级公安批准 是可以指定居所的 听懂了吧 那连起来背啊 就是这么四句话 记住了啊 有家就在家 没家找个家 这是原则上的使用 但是有家要找家 也不是没可能啊 就得危和恐 这两种特殊罪名 一定要记住啊 同学们 那我请问大家 你觉得在住处监视 在家里监视更舒服 还是给他开个房更舒服啊 有同学说开个房更舒服吗 说开房的同学 你们家是没空调吗 我们说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吗 在家里监视还是比较舒服的嘛 熟悉的环境啊 熟悉的家庭成员 熟悉的WiFi 熟悉的老婆 对不对 一切都很熟悉 所以对我们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 你像我们最近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都居家 那跟这个建设居住也差不多了 对吧 也差不多了啊 那就是在住处监视啊 但是要是带到酒店去隔离 那就有点像什么 指定居所了 有点像指定居所了 好同学们 我们说指定居所 是更不利的 更严厉的 你像我们隔离的时候 我们更愿意居家隔离吧 对吧 不想被带走 集中隔离吧 是不是 好 所以我们立法呢 对于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啊 做了很多特殊的规定 第一个特殊 就是适用情形 是严格限制的 不是所有情况下 都能指定居所的 刚才说了 有家就在家 没家找个家 有家要找家 就得微合口 你看 有严格的情形限制 不能随便用的 第二 请问大家 找个家找个家 能随随便便找个家吗 请问 能不能找个监狱是你家 不能吧 能不能找个看守所是你家 不能吧 你起码得找一个 符合生活休息条件的 这个环境吧 所以呢 对这个居所条件 是有限制的啊 好 有同学问说 老师 开个房谁掏钱啊 很明显 谁开谁掏钱 我不过就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你们怀疑我犯罪 我又不是罪犯 对不对 你非要给我开个房 那你谁办案 谁开房嘛 对吧 谁掏钱嘛 好 下一个问题 同学们 你把我带到一个陌生酒店的 你要不要通知我家属啊 要不要 要啊 你不能让我人间蒸发呀 对不对 所以要通知家属 否则我老婆还真以为我去开房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指定居所监视啊 一定要通知家属 多少小时内通知啊 24小时通知啊 除非没有办法 否则一定要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 有同学问 说老师 那要不要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监视的那个地方通知家属呢 看阶段 侦查阶段 没有要求 只说了通知 没有说通知什么内容 但是往后啊 每踢进一个阶段 就要增加一下内容 比如说高检规则说了 在审查起诉阶段啊 那如果指定居所建设居住呢 就要通知原因 把原因通知家属 那再往后退一个阶段 到了审判阶段 高法解释说了 说指定居所建设居住啊 24小时内要把原因和处所都要通知家属 所以你可以这么理解 每往后踢进一个阶段啊 这个通知的内容就增加一下 侦查阶段 只要通知 不限制内容 到了审查起诉阶段 要通知原因 到了审判阶段 要通知原因和地点啊 好 下一个问题 就是折底刑期的问题 同学们 你觉得指定居所建设居住 有没有关押的感觉了 有没有关押的感觉 有一点点了 但是呢 它又不像那个看守所里面的关押 对不对 程度上还是有差别 所以在折底刑期的时候 是怎么换算的呢 记住 相比那个积压折底刑期啊 只能算一半 就相比积压 它只能算一半 我们可以旁边写个笔记 半积压 不是半只积和半只压啊 相当于半积压 来我们做个数学题 同学们 请问 看守所关一天 抵管制是抵两天的 那你宾馆房间待一天 抵管制只能抵几天 一天吗 你看半积压 再来一遍 看守所关一天 请问抵图形 抵居一 是抵几天 看守所一天 抵一天 但咱们酒店待一天 抵图形 只能抵几天 只能抵半天 你要酒店待两天 只停机所待两天 才能折底 这个图形 抵一天吗 它只能相当于 积压的一半 程度上只能算一半 听得到没有 好 最后还提醒一个小重点 就刚才我说的什么通知家属也好 什么折底 刑期也好 什么居所条件也好 我们这些考点 你看一下 它的大标题 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下讨论的 是在指定居所 这个考点下讨论的 如果你在家里面建设居住 那就没有什么折底 刑期问题 也不存在什么通知家属问题 听得没有 只有当指定居所 这种情况下 才存在通知家属的考点 和折底刑期的考点 一定要注意这个 法条适用的大前提 它适用的条件是什么 好 来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监视居住的解除问题 同学们 刚才说了 监视居住六个月 那如果超期了呢 那办案机关公解法 要主动解除 叫依职权解除 也有一申请解除 当法 进便 可以申请 办案机关 解除这个超期的 这个监视居住 好 来请看 下一个问题 被监视居住人的义务 打上着重号 这个考点 应该也算 本考点下的 黄金考点 同学们 被监视居住期间 它有六项 必须要遵守的义务 一定要背下来 而且呢 要把它和前面学过的 那个取保候审期间 应当遵守的五项义务 要做一个对比 来我们先看一下 监视居住期间 它要遵守哪六个 应当的义务呢 记住 处所会见及时到 不扰证人 不悔证 保存还要身份证 同学们 仔细观察一下 这六个应当的义务 和前面那个取保候审 五个应当的义务 是不是有几个是重叠的 什么及时到 不扰证人 不悔证 你看这三项 都是一样的嘛 那么重点说一下 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区别 就是他们的活动 空间不同 我刚才讲过 取保候审的空间 是视线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 不得离开视线 而我们监视居住的空间是 处所 所以嘛 我们就类推嘛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 不得离开处所嘛 好理解吧 是一个房间 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啊 既然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所以就不能随随便便 和房间外面的人 去会见通信嘛 所以未经执行机关批准 不得会见他人或通信 这个他人 我想说的是 是普通的 一般的他人啊 有两种人还是可以见嘛 第一 他的家属 同住的家属 本来在一个屋檐下 没法限制 对吧 第二呢 就是辩护律师 我们说辩护律师 他的会见 是不需要谁批准的 除非是威恐 除外要许可 对吧 律师会见 一般来说是不用批准的 我去看属所会见 都不用批准 更何况是监视居住呢 对不对 好 所以记住啊 这个会见他人 这个律师 辩护律师还是可以见 家庭成员还是可以见啊 好 处所会见 及时到 不多说了 随传随到 不扰证人 不说了 就不能用任何方式 来干扰证人作证 不毁证 就不能毁灭伪造 串供 对吧 还有保存 还有身份证 什么意思啊 你看前面那个 取保候审期间 有一个着定的义务 说要保存证件 要保存什么 出入境证件 保存驾驶证件 那是怕你跑了吗 而你这个监视居住 是要限制在房间里面 我要让你寸步难行 所以把身份证拿出来 现在这个社会啊 如果没有身份证 那就真的是寸步难行 你出门坐高铁 那都得要身份证嘛 是吧 你出门坐飞机也好 坐高铁也好 甚至坐大巴 都得要身份证的 所以呢 这个保存 把身份证保存起来 我要让你寸步难行 好 同学们把书放下 一起来跟我背一遍啊 监视居住期间 要遵守六个必须的义务 处所 会见 及时到 不扰证人 不毁证 保存还要身份证 六个应当 来对比一下 前面取保候审期间 要遵守五个应当 是哪五个啊 视线报告 及时到 不扰证人 不毁证 有五个应当 当然前面取保候审 还有四个 着定的义务 还记得吧 什么特定的地方 特定的人 特定的活动 特定的证 是吧 那是着定的义务啊 这些选项 都可能融合在一起 来进行干扰 好 那请问 如果他不遵守这个义务呢 违反这些义务 会有什么后果呢 大家想象一下 监视居住 你都不听话 那违反这个义务之后 等待你的 可能是更严重的措施 那可能就会转成什么 转成逮捕了 就可以给你逮捕起来 或者给你什么 先行居留 这是违反监视居住期间的义务的后果 可以逮捕 或者先行居留 反正你记住一个规律啊 就违反了义务之后 那这个措施就会变重 不会变轻 你总不能说 违反了监视居住的义务 然后再给你取保候审吧 不可能吧 你是违反的义务 对吧 所以是变重不变轻 就往上走 不过往下走啊 当然了 如果严重违反了 监视居住期间义务 严重到一定的程度 那高检规则规定的是 必须把你逮起来 应当逮捕 下列情况 一定要逮捕啊 比如说 故意实施新的犯罪 新罪 逃杀 还有篡毁证 篡毁证 就是篡供啊 毁灭证据啊 伪造证据啊 篡毁证 还要打击报复他 报复那些作证人员 报复那些举报人 控告人啊 还要打击报复他 这个口诀 我们好像背过 是不是 大声读一遍 什么情况下 违反的监视居住义务 必须把它逮起来 新罪逃杀 篡毁证 还要打击报复他 这个口诀 跟取保候审期间 严重违反义务 应当逮捕的口诀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两个场景啊 口诀是完全一样的 就无论取保候审期间 还是监视居住期间 违反义务到这个程度 都必须逮捕 新罪 逃杀 篡毁证 还要打击 报复他 记住了吗 好 同学们 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牛刀啊 来最后进行一下热身 关于被法院决定 取保候审的被告人 在取保候审期间 应当遵守的法庭义务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有同学说老师 你这一节课 不是学的是监视居住吗 怎么会考取保候审呢 因为他挂羊头卖狗肉吗 看似靠取保候审 但是选项中有很多干扰选项 可能是监视居住吗 因为我说的监视居住的六个应当 和取保候审的五个应当 很容易混淆吗 对不对 好 来看 那我们先背一下吧 取保候审期间 必须要遵守哪五个应当啊 视线报告及时到 不扰证人 不回证 对吧 五个应当 未经法院批准 不得离开所居住的视线 哎呦 看起来好像很对啊 但是请注意 我说要离开这个视线是谁批准啊 是执行机关批准 执行机关 我前面一再强调 我说了 在取保候审也好 在监视居住也好啊 只有开始和结束啊 开始和结束这两个 两个动作是决定机关来决定啊 中途的所有活动 都是执行机关啊 来决定和来执行 所以呢 这个A明显不是法院批准 是公安批准 公安是执行机关啊 记住 选项B 未经公安批准 不得会见他人 哎呀好像挺对啊 公安批准吧 是吧 同学们 不得会见他人 是取保候审的义务吗 不是 是监视居住期间的义务啊 是处所会见及时到 不扰证人 不悔证 保存还要身份证 那是监视居住期间 他要遵守的应当的义务 所以你看 这是张官李戴 干扰选项啊 选项C 说传讯的时候 及时到案 这个没错啊 无论是取保候审 还是监视居住 都有这几个义务 什么及时到 不扰证人 不悔证 对吧 好 D 不能用任何形式 干扰证人作证 没错啊 所以这道题呢 应该选答案C和D 这些都是黄金考点 所以希望同学们呢 把取保候审 和监视居住的 应当的那些义务 一定要进行一个 对比的记忆和掌握 好 同学们 以上就是监视居住期间的 所有考点啊 希望同学们呢 尤其要重点注意一下 这个监视居住的情形 什么时候替代逮捕 疾病孕入 为衣服 特殊需要 已抄袭 什么时候替代取保 没钱 又没人 然后呢 监视居住 有两个场所的选择 不要忘 有家就在家 没家找个家 有家要找家 就得 微和口 这样的特殊情况下 才可以在住处之外 置顶居住啊 好 最后呢 别忘了 监视居住期间 有六个必须要遵守的义务 一定要避下来啊 记住了 处所会见及时到 不扰证人 不悔证 保存还要身份证 一旦违反这个义务 等待你的 就是更严厉的措施 可能逮捕 可能先行居留 严重到一定程度 那就一定要逮捕 记住了 心罪 逃杀 窜悔证 还要打击 报复他 这些口诀啊 你都应该把它写出来啊 贴在你的墙壁上 随时看一看 这都是我们形塑中的 钻石考点 我提醒大家 凡是我编过口诀的考点 都是我心目中的 钻石考点 我认为必须要 背下来的考点 我才会编口诀 我不是无聊 采取编口诀 同学们听懂了没有 休息片刻 然后介绍 下一个措施 叫刑事拘留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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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